上期讲的 有一对少数民族 也是因为未婚先遇 而且是维族和汉族通婚 结果遭到了反对 所以他们被迫逃到了苏联 我突然想起来 我妈妈的一个战友 当时他们去苏联演出 维团的有一个翻译 结果就跟我妈战友 两人就认识了 后来男的到了北京来学汉语 于是两人就谈上了恋爱 这个当时啊 这个总政文工团就找他谈话了 说你这样不行 你必须离开部队 没办法呀 结果呢就离开了部队 离开了部队后来还不行 说的你这个国籍也不能要了 到现在啊 这个老战友还觉得 哎呀 特别感慨 也很气愤 前些日子 那个他们还一块去三亚去度假 嗯 这老头呢 现在是这个考古 学 讲历 研究历史的 曾经啊 在这个三亚跟我爸一伙 跟另外一波这个 也是这个 退伍军人吧 争论 哎呀 争得那个脸红脖子粗的 关于这个历史问题 哎 行 那那个我们接着说啊 嗯 雷光汉呢 就这么被询问了三天 每天呢 其实也就是 另行公事 问个两三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 就是吃喝 边吃边聊 聊天的时候呢 这个苏联人啊 就 向这个雷光汉打听 说这个民兵 呃 是不是都发枪啊 呃 是不是有 经常有这个 军事训练啊 嗯 反正呢 可能是因为 呃 总觉得这个中苏 要打一仗了 所以对这个 很重视 也是呢 让你这个吃吃喝喝中呢 你放松了警惕呢 可能你就 冒出来一些 呃 所谓的情报 呃 聊天的时候啊 这个 两个人呢 还就这个 呃 什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了 和这个中国的人口问题呀 呃 什么伊斯兰教的历史啊 哲学啊 什么高尔基的这个作品啊 呃 也都开始这个热烈的讨论啊 呃 发表自己的看法 呃 有一个 呃 上校吧 他居然呢 还会用这个阿拉伯语啊 呃 当然是林彪了 不对 我看呢 是谢福智 你们中国也有KGB 头子啊 就是康生 这帮人呐 喝酒 那是绝对没有底线 呃 而且呢 你感觉就是 它就是一个没底儿的 那么一个杯子 呃 经常啊 用那个 面包干 泡的那个酒杯里边 站着 完了以后呢 呜 这下那个酒杯啊 直接就被吸的 就是直接剩一个底儿了 完了个光 搁嘴里边 咔咔咔 两口吃光 连酒带面包干 这都什么下酒菜啊 呵呵呵 真是很有意思 嗯 当然了 这些人啊 都是这个 可可博 就是都是KGB 他们呢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文化水平 都非常高 嗯 最低了 也是大学毕业 国际国内啊 什么文学艺术啦 哲学啦 科学啦 哎 跟你聊起来啊 头头是道的 再有呢 就是 嗯 革命立场 也十分的坚决 凡是对的 那就都是苏联的 错呢 都是外国的 但是呢 这些人 态度都相当的和气 嗯 言谈呢 也很随便 嗯 这个呢 就让这个雷光汉 感觉啊 与咱们这边的人呢 完全不同 咱们这边啊 你感觉 这个攻坚法 永远是一副这个 敌我 矛盾 严重 分明 啊 一脸的严肃 而且还气势 逼人 第这个 四天 好像是 哎 第三天 聊到这个 两年前啊 苏军这个 入侵捷克 就是那个 布拉格事件 呃 这些人呢 就给自己的 国家辩护 说我们这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 关系 除了这个 国家之间的 关系以外呢 我们还有阶级关系 我们这次做的 出兵啊 就是履行的是 无产阶级的 国际义务 那时候 苏联就是 推行的 就是全世界 无产者 联合起来 哎 这个 到了第四天啊 这个 有一个大卫 还特地呢 就给这个 让他那个 维尔族的老婆呀 给这个 雷光汉 还专门 做了一桌 这个 维吾尔族式的 中国菜 嗯 这个 雷光汉 好久没吃到了 觉得 哎呀 真香 完了以后呢 就跟他说呀 你这个月镜啊 是违法情 所以呢 你现在 是一个罪犯 我们呢 要把你带到 另外一个地方啊 欢起来 嗯 但是啊 我们保证 绝对不会 侮辱你 这个刑期 你是一定要付的 这一次啊 再上这个吉普车呢 这个黑布 就不再照着了 所以呢 他们呢 就一路走啊 嗯 最后走到了一个中苏边境的一个军事重镇 叫普菲诺夫 嗯 现在呢 应该叫 啊 热尔干特 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军营 里边啊 里边啊 一排一排四周 全是这个建筑 而且呢 都是小楼啊 一一一一 那个小楼的 一排一排的 嗯 这个军中的有一个军营里啊 有那么一排 房子 那就是军营的牢房 雷光汉呢 就在这里呢 嗯 换上了这个自己那个古丁落古丁的衣服 卫兵呢 也给他递了几包烟 和这个一路中文的小册子 就关了三天的紧闭 这就算服刑期 你是越狱的犯人吗 早上呢 卫兵呢 就放他出去啊 放放风 嗯 晒晒太阳 嗯 可以看看这个士兵们操练 吃的东西呢 也跟这些士兵啊 都一样 就是人家吃什么 这个犯人也吃什么 哎呦 我们家这个 这士兵操练啊 特别有意思 他没口令 就是靠这个音乐指挥 乐队呢 就这个在操场的这个主席台 那个边上啊 在那奏乐 在那奏乐 完了呢 他们就随着这个音乐呢 来这个向左转向右转 没事闲着呢 没事闲的嘛 这个雷光汉就看那些中文的小册子 嗯 发现啊 也就是一些这个苏共和这个中共啊 关于这个马列主义的大论战 还有呢 还有呢 一些博尔涅夫的这个语录 中文的那个翻译啊 嗯 极差 估计是就那时候 呃就跟现在那个谷歌翻译 有时候差不多啊 哎 雷光汉啊 5月1号 一个士兵呢就带来了一个东干人翻译 这个东干人啊 嗯 其实就是百年前啊 迁徙到这个中亚的中国回民 这个人呢 说的呢 是两个世纪前的那个陕西方言 嗯 就比如说吧 他说 哎 我们现在啊 要去坐飞船 这雷光汉就没听懂 后来才知道飞船是什么 士兵呢 这个上前啊 把这个雷光汉的那个解放帽啊 给摘下来 完了呢 给他披了一件军用的风衣 然后就开着车 就奔这个飞船去了 哦 到这个飞船跟前了 雷光汉知道了 飞船啊 就是飞机 飞机啊 是那种 呃 对排坐的那种啊 就像 其实可能就是 呃 过去的运输机改装的呀 或者什么的 呃 只能运载呢 二十几个人 飞了大概也就 一个多小时吧 到达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飞机场 呃 雷光汉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场 下着飞机呢 还要坐这个电动的交通车 来到这个机场的大门 雷光汉啊 以前是在画报上 看见过 就知道呢 这个呢 是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首都 阿拉木图了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我得去 呃 跟我妈吃顿饭 因为明天就要出发了 好 我们下期见 这儿 我们下期见